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咫尺悬门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讲刘颖和黄文两个人一起听讲座 黄文觉得人家讲得挺不错的 刘颖说,那哪儿呀,讲得根本就不行啊 先根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刘颖与黄轩武共听讲礼记 刘颖有一次和黄文两个人一起听讲座 听讲啥呢,讲礼记 这个礼记,儒家经典,主要记录战国先秦时代 儒家关于理智的一些言论,有很多小故事 黄云就黄文就说 哎呀,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悬门 哎呀,听这个讲座呀,讲得真是不错呀 有时候呀,讲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虽然呀,这个道理呀,离自己很近 但是呀,非常高深 就咫尺悬门,刘曰此未观至极 自是金华殿之语 刘颖说,哪呀,讲的水平不行 这就是未观至极 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达到顶点 这只是金华殿之语 这个金华殿之语什么典故呢 当时汉成帝的时候 经常请两个老师在金华殿上 给皇帝上课 讲讲上书呀,讲讲论语呀等等 这个也就是一般讲讲 水平一般般,并不是最高深的理论 这说明什么,就是刘颖的水平 比桓温要高很多 咱那个是大学水平 你那个是小学生水平 你听着觉得很玄妙 我听着一般般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这个刘颖有一次啊 和桓温一起听讲座 听讲啥呢,讲礼记 这个桓温听了以后啊 对刘颖说 哎呀,有时候啊 真的是讲到我心坎里去了 便觉得这个道理啊 感觉好像很简单 但是仔细一听听啊 哎呀,太玄妙了 刘颖说,哪儿呀 他们说的根本就没有达到顶级的水平 这只是啊 当年汉陈帝啊 请两个水平不高的老师 在精华电池上 给他们讲论语的水平 不行啊 最后跟标书完整的朗诵原文 刘颖与桓温 共听讲礼记 桓温 时有入兴处 便觉 咫尺悬门 刘约此未观至极 自是精华电之语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天下之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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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天下之书